俄羅斯總統普琴表示了 莫斯科兼併的烏克蘭四區局勢 是極為的堅困 還說是要揪出間諜 小王請我們交給記者李作合 好 俄羅斯戰爭開戰至今 已經是十個月的時間了 那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在九月份的時候 當時俄羅斯 他們是宣布併吞了烏克蘭四個區域 分別是頓內刺客 盧甘斯克 赫爾松 以及札波羅的四個地區 不過呢 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到十一月份的時候 烏克蘭他們開始大反攻 這個反攻也把赫爾松說 是俄羅斯軍隊已經撤出了 不過我們就來看到 終於俄羅斯總統普琴 他是坦言說在這四個地區 相當的艱難 他坦言說這四個地區 現在局勢是比較困難的 尤其在俄羅斯新地區工作的人 俄羅斯人民都需要 依賴你們的保護 還提到說呢 這個反間諜的行動 說呢要來揪出這樣的間諜 他會鬆挺 要保持鎮定集中力量 來壓制一些國外的情報部門的行動 也希望呢 可以迅速查明 到底哪些人是叛徒 哪些人是間諜 哪些人是破壞分子 烏爾戰士持續至今已經將近十個月了 有情報機構就指出 俄羅斯可能在明年發動新攻勢 交給作合 好 雖然說俄羅斯方面 他們在俄羅斯戰爭當中 在進攻上是遇到了一些困難 不過就傳出說在明年 他們可能會來發展新的動作 說這個新的攻勢 跟摩爾多瓦有關係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到這張地圖 說是俄羅斯打算在明年 要從烏克蘭建立一個路上走廊 可以一路通到他們所支持的 摩爾多瓦這個分離地區 這個分離地區的位置呢 是這個地方叫做 外涅斯特分離地區 那當然是要效法這個 現在摩爾多瓦 他們要有一些反制的動作 就效仿烏克蘭 來跟西方國家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這個摩爾多瓦的安全局長 穆斯提塔就提到說 俄軍的目標可能是要進入 摩爾多瓦的分離主義地區 那問題不是會不會做 而是什麼時間來開始做 估計在2023年的1到2月間 或是3到4月 對俄羅斯來說呢 要保住在烏克蘭 以及摩爾多瓦間的 這條路上走廊 用這個行動來取決於說 這個新屋未來會如何發展 另外是普京訪問白俄羅斯 也讓烏克蘭越來越擔心說 俄羅斯會不會再度的 借白俄羅斯的國境來南下 接著就進攻基辅呢 再把時間交給作合 好 現在我們來看到 在俄烏戰士的一個新的境況呢 是普京他也訪問了白俄羅斯 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就是說雙方討論了些什麼 會不會白俄羅斯也來參戰呢 這個時間是在12月19號 普京和盧卡申科 兩個人是在白俄羅斯來進行了會面 來創立一個像 類似像這樣子的 二白聯盟國 這裡頭當然會提到的包含了 像是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 他們在經濟上的合作 還有能源議題 以及就是軍事方面的合作進程了 那現在烏克蘭就跳腳了 這是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他們就說俄羅斯百分之百 正在準備一些明年可能醞釀 要來進攻基辅 他說的時間點 他說是在最遲三月份 最早更可能一月底 就會來發動大型的攻勢了 相信他們一定會再次的進攻基辅 那白俄羅斯的軍事情勢發展 他也說有再起戰事這樣的跡象 所以就擔心說 雙方會不會來進行合作 不過華府智庫的戰爭研究所 他們是認為說 盧卡申科是以北約 恐怕會威脅白俄羅斯西線 入侵為由 但是沒有參與俄軍對戰烏克蘭 因為他們認為白俄羅斯 不會主動來參戰